好有机的瑞穗蜜香红茶分级评鉴比赛11月9号是圆满的落幕了 那么茶园东升茶行以及嘉明茶园拿下 为了鼓励并且推广在地有机蜜香红茶的产业 能够总干事黄胜黄会同理事长魏清禾 常务监事罗文腾亲自倒补贴红榜来庆贺 未来也将积极推广五贺有机蜜香红茶品的产业 鞭炮声响欢乐喜气 瑞穗香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会同理事长魏清禾 常务监事罗文腾 专程为这一次拿下瑞穗有机蜜香红茶品建赛 第一面金台奖的名贺茶园吴美玉贴红把秦贺 我把家里的茶园有五公寸全部做有机 是因为我一直想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茶就是要有机的 吴美玉全面有机生产蜜香红茶品 而堪称蜜香红茶鼻祖的家民茶园高兆许 又再度拿下金牌 他说生产制作有机蜜香红茶品相当不容易 一般来讲要做到有机真的是非常困难 要有耐心去管理才有办法 对 所以少掉三分之二的产量 一般的人茶农是不太愿意去走这个路线 不仅吴美玉高兆许 这一次同样被评审团频频分级 有机蜜香红茶带有森林分多金香气的金牌奖得主 还有东升茶行的宁阿端 制茶技术炉火纯青 看茶制茶经验老道 宁阿端感谢农政单位的辅导协助及肯定 茶叶的风味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它是檜木香 因为它被已经吸引到 你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连这个梗就是小立叶产气吸到很严重了 所以它会产生这个化险的味道 就是有点那个檜木香了 所以喝起来真的是又蜜又香 对我们身体是真的是非常棒的 推动有机无毒茶品 一是瑞瑞香茶农的共识 美味茶农也积极朝向产销履历 以及有机认证来栽种管理茶园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高度肯定 也将全力打造五鹤茶区成为 名不其实的有机无毒茶村 带动地方的有机茶产业 那这些乡农会预计从这个友善跟作的部分 来继续辅导我们的农友 那从友善然后再进到有机的部分 会比较快速一点也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辅导我们整个五鹤茶区 变成一个有机无毒的一个茶区 第二届有机瑞瑞蜜香红茶分级评鉴比赛 11月9号圆满落幕 65个参赛茶样中总共平平出22面经营同牌奖 而其中三面金牌奖项分别由东森茶行 名客茶园以及嘉明茶园三家获得 日市香农会专程豆腐贴红榜青客的同时 未来也将会积极推广有机密香红茶品产业 提供给消费大众健康安全又更自然的好茶品 汽车石玉兰瑞岁采访报导